立正 請你 請坐 那這個單子發這個信就說 原住民有什麼 文化資產被破壞 有沒有具體的資料而且這個資料可以 我們引述 比如說人家寫什麼什麼論文那我們可以引述這個論文 什麼時候發表在哪裡 或是他隨時刊物 他有發表那我們可以引述這個隨時刊物就算我們要 把中文翻成英文或什麼 我們可以引述什麼什麼什麼 當然如果有一些 曾經英文的報導 也可以 什麼什麼英文雜誌什麼英文的書 那我們可以拿給那個美國律師 他說這個在國際上 他可以提出 陳情 那很可能引起 國際有一些單位在處理這個 那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繞過來說 因為台灣是佔領地嘛 中華民國不承認我們可以逼著 國際社會承認 台灣是佔領地 那接下來 我們有很多好處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法 所以如果大家有這個 那如果 有的人沒有拿到這封信 沒必其他人可以 到樓下去營運一下 或什麼 發給他們 OK所以 我們看到 美國一些 這個基本精神 那剛剛 我太太講的那個部分 有關 有關那個 那個 評審 吃飯 這麼多菜 要做個評審 後來 我了解 他給 那個名字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那個都 用 兩個字 來形容 那個 兩個字是什麼 內定 內定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 可能要告訴 溫家寶跟胡錦濤就說 台灣要 歸屬 美國館 這個已經 內定 對不起 不要再抗議 不要再 胡說八道 這已經內定 所以我們看 用在哪裡 啊 我 因為 我是 我是這樣一個背景 所以 我們 高中 都這樣 然後我們教授 老師就叫我們 不懂的地方 他說那你去圖書館嗎 我們高中圖書館很大 他有那個 那個判例什麼 你可以查 那個時候沒有網路 我們 老師就說 你這個大法官這個判例 是一般老百姓 所 解釋到的 能解釋到的 最大的一個 法學 知識庫 你就 翻那個判例 而且什麼題目都有 你翻這些 哇 他們寫得很詳細 引進句點 哇 所以 美國跟 美國憲法有講說 美國境內 稅法一致 那這個 像 Purto Rico 這個 被政府以後 就有一些 增值那個稅 那個進口稅 到底要什麼算 那憲法不是很清楚嗎 說有美國境內 稅法一致 那就表示他的進口稅 他的出口稅跟美國的 所謂本土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什麼30個州多少個州 那個時候一樣嘛 欸奇怪 這個大法官 也在森裡這樣一個 因為有的人說應該是 世界的人有的人說應該不是 大法官在森裡這個時候他就 看那個歷史 他說 Purto Rico 的居民 向西班牙 長期有 抗稅活動 那我們打開他的稅的那個 表格一看他的稅比美國的稅低很多 所以如果我們用我們的稅率刻在那裡 保證是暴動 所以行不通 所以他們才 提出 一個 論述 也是今天主要的這個處理海外領土的論述 叫做 伊和賓領土 衛和賓領土 這個海外領土叫做衛和賓領土 他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他是衛和賓領土 今天我們來瞭解 衛和賓領土主要的意思是說 他 不一定 將來會變成一州 而且很可能將來不會變成一州 所以等到美國拓展到加州的時候 加州被征服 這個美國 美國某一個條約把加州的領土割讓給美國 那個加州是一個領土 他是伊和賓領土還是衛和賓領土 他當然是伊和賓領土 因為他一定會走上一州 他一定會變成一個州 因為美國的那個 內大塊 從大西洋到太平洋 就這樣 那夏威夷一樣 夏威夷那個時候要做一州 所以是伊和賓領土 後來變成伊州 那Puerto Rico就有衛和賓領土 那衛和賓領土這些地方海外領土 就算Puerto Rico今天拿美國公民護照 但是他美國聯邦選舉也不能投 而任何州政府的選舉也不能投 所以教理說 住在Puerto Rico的人 是屬於 Puerto Rico公民 什麼叫Puerto Rico公民 要是他在Puerto Rico當地選舉 他有投票權 美國 各州的那些人 跑到Puerto Rico他有選舉 沒有 他沒有在那裡登記 他不能在那裡選舉 那是Puerto Rico公民才有 所以今天 我們在台灣談的是台灣公民 台灣公民在台灣有公民權 台灣是一個島嶼 台灣是一個自治區 也可以形容為美國的一個海外 的一個管轄領土建 所以其實這個在憲法裡面 他整套體系都有 所以將來 我們要談什麼法律 我們是不是有空窗期 其實在佔領體系之下 這個佔領單位 要用哪一條他可以用 原來的法律 要 廢掉哪一條他都可以廢掉 這是他的選擇 所以 我們不怕就是那個舊體制的法律 我們保留下來 人民或是團體 或是機關 他可以提出來 不符合時宜的 法條 我們就一個一個給他取消 要加的我們就 我們就加 這樣就慢慢做一個整頓 但是美國憲法還是在上面 他憲法在上面 所以你有基本的 一些結構 你知道你不能違反這樣 你不能違反 也不能說 完全沒有法律在後面 你還是說 美國憲法在後面做你的 一個 保盾的作用 所以這個 這個處理海外領土 這個美國有這樣的經驗 這個 應該不成為什麼問題 反而碰到那個台獨 他就說 喔我廢掉憲法 然後幾個月以內 我 要那個新的憲法 我說那你空窗期 法院怎麼運作 這個問題他回答不出 我說 我說你的論述沒有用 我們的論述是 緩緩向扣 我沒有空窗期 美國憲法在後面 就算我們 所以 你 明天要出庭 今天 昨天 昨天是 中華民國管轄 今天變成美國的管轄 那你出庭的時候 你就 拿美國憲法 那 對你有利的條文你就講啊 現在我們是美國管轄 那我要引述美國憲法第幾條 第幾條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幾條 第幾條 你就 對你有利你就講啊 對你 美利你就不要講啊 按那個 Rano尼又主張 我們就提制 這個 所謂ROC憲法 這條這條這條 跟美國憲法有衝突 我主張 必須 不能用 必須廢除 不能主張 那就繼續 繼續 審理你的案子嘛 就這樣 很好做 沒有空窗期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處理一個 海外領土的 一個做法 美國以前也有 處理過 那 我就說了 你其實碰到台灣的憲法水準 他們所知道的是 50州裡面的情形 那 50州裡面的情形當然是 州 海外領土的東西 他們大概不懂 所以 等到他聽到你的論述的時候 他聽到民政府的論述 他就馬上說 你要作為美國的一州 我知道你的論述 你要作為美國的一州 但是我們不是要作為美國的一州 你要成為美國的一部分 我們不是要成為美國的一部分 我們沒有這樣說 這個由是沒有學過美國憲法軍事官司權 沒有學過戰爭法 沒有學過國際慣例 美國佔領伊拉克 伊拉克是不是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沒有啊 所以 佔領一般人是完全不通的 完全不通的 就像我們在台北開會 很多那個水子就說 那佔領九 當然變成他的 我說 哪一條這樣寫 佔領再久 沒有變成他的 佔領不移轉祖傳 所以那個伊斯利 佔領什麼 西岸 什麼 38年 後來國際社會告訴他 兩個字 Get out 對不對 離開 那不是你的佔領歸佔領 沒有 沒有一個合同說那個國戶給你 所以 請你離開 最好不要請 最好是命令 命令他離開 所以 這個情形 我們 要在台北開會 我們 曾經請很多那個國際法水子 但是他們對 這個領域完全不通 嗯 所以 難怪 你如果跟別人接觸 然後試著解釋我們這個論點 很多人 不是很容易馬上了解 嗯 所以 我 我也碰過很多海外的那個法律學者 啊我現在 我就直接講 你有學過這個這個這個嗎 他說沒有 我說 你要懂這個你真的 會很困難 因為你沒有那個背景 對不對 這個就像 這個就像 生物 你現在要學第3期 啊你第1期第2期沒修過 你跟得上嗎 你跟不上 你跟不上 所以 我跟他們講 我說 那你看看網站好了 看看那些東西你差不多可以消化以後 你再提出一些問題 要不然他們這個 就是沒有 沒有那個 足夠的法律知識 啊有的是律師我說 律師沒有用你學過的東西跟這個不一樣 我常常碰到 然後人家會來 來 email 或什麼來問這些東西 也是有一點困擾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開課啊慢慢把消息 傳出去 還有其實你要了解 就像剛剛我跟一個小姐在講 你要了解 很多單位 就是譬如說美國的單位 譬如說國務院啊 有的這些單位的基層人員啊 他會希望說 他還有幾年退休 最好這段時間不要什麼大風波 最好就慢慢繼續啊 繼續啊 什麼大風波什麼推翻啊 大家都很生氣啊什麼那些 可不可以等到我退休以後你再做啊 那我們不要啊 我就是要正義啊 我就是要正義啊 而且如果你以前做錯了你必須面對啊 對不對 我們是要的是這個所以 一般人 尤其那個 基層公務員他不是這個想法 他是希望可以平穩的過日子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推出這樣子一個 這個很大的一個論述 他不一定他說這個 這個有待研究這個不一定啊 那我們繼續談 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他們 馬上就跳回去他舊的論述嘛 我一直跟他們講這個 那些人 就像美國水子 他常常說 中華民國怎麼樣 中華民國怎麼樣 就舉手說對不起對不起 台灣關係法沒有承認中華民國 你是不是可以不要再講中華民國 你作為美國官員 沒有這個字 喔他們有的很生氣耶 我說對不起那是你的法律是不是 我講錯了嗎 那你可不可以遵守你的法律 不要再講中華民國 這個不存在的東西 所以他們還是 喔中華民國 我們的盟友 第二次世紀大戰 他頭腦還在第二次世紀大戰 你的盟友來到台灣 學習台灣了 228 你的盟友在這裡 犯了戰爭罪 戰爭罪沒有死效 我們要求 審判 你的盟友 有罪 沒有辦法跟他談得這麼深 因為台灣歷史他不懂 很多那個學者就說 不是宣佈光復節 我說 法理不支持這種說法 美國也不承認 英國也不承認 法國也不承認 單方面宣佈 那我今天發布你所有的財產屬於我的有效嗎 我說你頭腦有問題耶 他單方面的宣佈有什麼用啊 他單方面宣佈 馬關條約廢除 那很簡單嘛 世界上 哪一個人單方面宣佈 條約廢除 而世界上條約廢除 除非他裡面有這樣的條文 所以美國有兩邊防護條約 跟 中華民國斷交以後 他就宣佈廢除 為什麼他引述裡面的條文嘛 他沒有說單面 單面說 馬關條約廢除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蔣介石跟宋美玲 婚姻關係廢除 可以嗎 我就宣佈廢除 那 那我明天派警察抓監 可以嗎 這個不通嘛 這個不用 用這個去想就知道了 這個不通嘛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喬什麼 很多這個事情很清楚 他們還在喬 喬了30年 開樓宣言 那你告訴我們 世界上哪有一個宣言 然後宣言做完以後 國際社會有 同意 領土國護本 你告訴我嘛 有哪一個 啊沒有啊 沒有就 就結束啦 不需要再談啊 你只能作為慣例 你要引述慣例呀 你要嘛是 引述法條 海亞公約 尔內瓦公約 公約已經 作為慣例法 要嘛你直接引述慣例呀 就像我們看 Puerto Rico 關島 菲律賓 古巴的佔領 整個過程已經形成慣例嘛 每一個都這樣處理 那你開樓宣言是要引述什麼 什麼都沒有啊 所以 其實這個道理都很清楚 那我們現在 人家說我們應該用媒體 光圍宣傳 哎我們把這個寫出來 我們投自由時報什麼 他很少登 他登那個台獨的比較多 我們就寫出來台灣沒有主權啊 台灣是佔領地什麼什麼 他不登 大概他 有考慮到他的獨者 前一個禮拜 自由時報有一個很大的一篇 差不多 差不多上個禮拜天吧 上個禮拜天就有人寫 九金山合約 哇他裡面寫的 亂七八糟耶 你可以完全看就是說 昨天像林博士講 你要了解一個條約 你不能光看這個條約 你要看很多條約啊 啊像那個 他們強強引述就是說 台灣既然沒有給誰就是給台灣人 沒有沒有這種說法 你告訴我呢 古巴就是一個例子 古巴西班牙割出以後 那和平條約生效 兩個禮拜後 那如果你說法是對的 那古巴人民的旗子上去 其實是美國國旗 為什麼 佔領 他們對基本國際法運作完全不懂 還在那裏寫那麼多文章耶 編輯省策 等到我們民政府的這個 將來那個論述在社會上普遍 我們不必拿去燒 請他自己去燒 沒有用 浪費這麼多墨水 寫出來那個東西 那些人你請他們來上課 他也不來 對不對 他對九金山合約 什麼 人民有民主自決權 但是佔領地沒有民主自決權 他們實在是 無可要救耶 我們寫文章過去 因為我們寫得太坦白 他不敢登 這個有一點像 我早年 因為我來了大概36年 我早年在 我早年認識 一個老先生 他是 搞文學的 因為我在 那個時候我在 我為什麼在聯合報 本來是民生報有個報紙叫民生報他創刊嘛 我有一個朋友 就 在那邊 他有一天帶我去看那個編輯他說 你不是在向 華語課在學校向華語課喜歡寫文章嗎我說對 那個編輯就說我們是在 吹稿子吹得一大糊塗 你就這樣好了每個禮拜一篇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就這樣 我說什麼什麼他說每個禮拜一千字 你給我了 錯別字沒有關係我幫你改 回去了 回去了 所以我就開始為民生報寫 寫 老外在台灣 隨便寫什麼都可以啊 你看到一個蝴蝶在飛啊撞到公車都可以 沒有關係啊 你坐在街上有個坑 你跌倒 我不小心看小姐的那個 唇子下面沒有關係 什麼都可以寫 無所謂我 不好我幫你改 所以我就隨便開始寫 那後來 我寫了幾年以後 他們有一天改組 啊改組 那個時候 我約我弟弟去歐洲 啊我先說我要去歐洲 我怕你這個沒有搞我先給你 我那個時候想給他20篇嘛 啊我就出國了 啊我回來的時候 他說 你那個東西好像改組好像沒有燈耶 那個編輯在找 這個什麼 啊在這裡 你這一包在這裡 我數一數18篇 他只有登兩篇 其他就對上 我很納悶 其實近視紀錄我想在台灣 一次被退稿18篇 這個 應該可以登近視紀錄 很少人有這個經驗 所以我帶回家有一點沮喪 後來我認識一個朋友 那個時候一個朋友他是一個畫家 他姓陳 他有一個畫展 他也在聯合報畫漫畫 他說那你來我的畫展 所以我就去他的畫展看他的畫 他給我介紹 喔這是聯合報的主編 這是聯合報晚上版的主編 這個這個這個 啊他們就講說 欸 你寫名稱報對不對 我說對 那他說你有沒有想寫聯合報 你要不要寫寫看 我就講一句話 我明天給你18篇 所以我就給他 他一個新專人最怕缺稿 所以他馬上就批了 那個時候聯合報發行量 100萬 所以哇 你登一篇文章賽聯合報 好像 天打開一樣 你走在街上每一個人喔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喔坐在公車喔我看到了 坐到辦公室哇好棒喔 喔今天 沒有這樣 今天報紙媒體這麼多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就是在電視上接受專訪也沒有人看到 以前三大報的時候那不一樣 以前他們開那個文學營 有的人去講 啊我們算算那個人前前後後發表五篇文章 已經是大明星 哇不得了那個時代不一樣 那個時代不一樣 所以就這樣開始 所以一步一步 啊那個時候都是都是談那種 幽默的東西要不然談 美國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或是我去旅行發生什麼事或是怎麼樣 我就說這樣不太敢 談太嚴肅的 反正嚴肅的東西都是在後面 先處理那一部分 啊我們開補習班對我們比較有幫助 弄一個招牌大家聽過這樣 所以 其實我太太講這些 啊我比較有印象是後面 我們有一次是觀光局 邀請我們 參加個酒會 在國賓飯店 我比較有印象是那個 啊後來 後來我們在那個酒會 我剛好他也來 我們在那個酒會談的比較多 啊後來他請我喝咖啡什麼 我們然後他接下一個補習班 他請我來幫忙 所以後來直接 我那一部分 記得比較清楚 所以平常你問我我就說我們是 觀光局那個酒會在國賓飯店 我記得是那個 那個時候認識他他應該也記得這一段就是跟這個評審的部分前前後後 已經搞不太清楚 但是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記憶 所以 後來 這樣慢慢的 慢慢的接觸 那這多少年 我們看到就是 其實就是 台灣這邊就是受到很多 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我覺得說 如果 你現在可以用什麼方法 很勤勉的去解決對不對 就像這個桌子一樣 這個桌子搖來搖去嘛 如果你有辦法 輕便的解決 我塞塊木頭在下面 就可以啊 那 那恭喜你對不對 這個桌子 這個 螺絲不見了 什麼什麼什麼 我有輕便的 我去哪個樹枝我塞進去 好像可以 那 台灣的情形很多人想 用很多 減便的方法去處理 結果還是處理不來 那你這樣子 就像這個 全部重做 你只有把台灣的這個 歷史 第一 最好是台灣人 所有的人有一個歷史觀 同一個歷史觀 今天 台灣人講歷史 每一個人的版本不同 每一個人的版本不同 我們在網路上有我們的版本 那我們的版本 你看完以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國際社會對台灣是這個樣子 我們才講得清楚 那你看國民黨的版本 甚至於民進黨的版本 你會覺得說 那台灣實在受到太多委屈啊 但是 其實不是委屈啊 事實就是這個樣子 他沒有辦法 對待你像一個國家 因為台灣只是佔領地而已 不是國家 你有一個流亡政府在這裡 看起來像一個國家 但是不是啊 所以 你把這個搞清楚以後 你才知道 喔 原來台灣 已經走到一個 死的胡同 那你怎麼樣 你必須把這個怎麼樣 打通 那你才能要求到 你真正的國際地位 那就像那個 波多黎克 波多黎克參加 他 奧運 他用什麼名字 他必須用 他的首度叫 三萬 所以他是不是用 美屬三萬 No 他用波多黎克 他是一個國家嗎 No 但是他還是用波多黎克 那你參加國際會 會議為什麼不用台灣 波多黎克可以 你為什麼不可以 那就是因為被 中華民國卡住 中華民國這個卡住 所以林博士講的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那是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啊就這樣子啊 就這樣他跑過來這裡他跑過來這裡1949年 他跑過來這裡的時候 這裡還屬於日本的 的那個管轄日本的 主權領土啊 沒有沒有改變 所以這個 國際法搞清楚你才能把歷史搞清楚 台灣是很嚴重的歷史如果你不看法律 你去了解歷史是沒有辦法了解 你必須了解那個國際法的運作 你才看得懂台灣的歷史你才知道 別人解釋 別人解釋 錯誤 對不對如果你沒有搞清楚這個你台灣歷史沒辦法看 所以這個台灣是比較嚴重的例子 美國很簡單 美國你只要記得 那個 這個宣布獨立的當天就不是獨立對不對 你必須等到 和平條約生效 英國承認你獨立啊 那個時候才算獨立 所以這個地方 有點模糊 但是你 掌握這個原則你就 你就懂美國歷史 他怎麼走的總統 所以 美國 今天我們提到那個稅制 他50周裡面 現在有周稅有聯邦稅 但是海外領土沒有聯邦稅 所以 以我觀察台灣人這30幾年 我有普遍的認知是台灣人不喜歡繳稅 對不對 所以就說你做我一周也不划算 你作為海外領土像關島這樣 關島人付關島的稅 不付聯邦稅 那我們將來我們當然要台灣人繳台灣稅 不要繳聯邦稅 這個當然我們比較划算 因為台灣稅我們可以自己調整 那為什麼人家看不懂關島因為關島人 他喜歡在海邊喝椰子芝麻 他不喜歡坐在 會議廳裡面 討論法案 所以美國有什麼法案他直接敲襲過來 所以 關島的稅制就是 很多就是美國的稅制 他就是把敲襲過來 他就說這是關島的稅 所以 很多人以為關島的人在付聯邦稅不是 他在付關島稅 就是他的稅制一樣 因為他拿過來 不過這個有好處 例如 將來我們要你台灣憲法什麼 你有五四個州 還有 本來另外那個五個海外領土 他的憲法 或是他的基本法 你都可以參考 像加州 加州 加州他有一些 比較現金的那個條文 加州憲法 但是美洲的憲法都有一些毛病 像德州憲法 他說德州憲法是 南北戰爭後寫的 所以那個時候是重建期間 所以他很多那個重建色彩都在裡面 別人要研究他的憲法 要把這些都拿開 所以他有很多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參考 台灣人一天到晚在喊公投 我是認為說 公投花很多錢 他每次說我要舉辦公投就是要花很多錢 我覺得不要 你 營利事業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 下面 就加一條 今年公投的題目是什麼 就加在那裡 你有繳稅 你就可以參加公投就打個勾嗎 Yes No 你要不要這樣 你要不要這樣 直接把它加到稅單上 反正公投往往是 涉及到 政府花一些錢 如果你沒有繳稅 你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嗎 這個不通嘛 所以你繳稅 如果你真的要 那你趕快繳稅嘛 因為太多人 漏稅嘛 你知道 外國人在台灣 我聽過很多嘛 外國人在台灣 一個外國人他就跑去那個國稅局 他就說 我們查到你 多少年沒有保稅 他說我沒有收入啊 他說沒有收入你怎麼生活 他說我女朋友養我 他說那 好啊 你女朋友養你 那你存著拿給我看 那一般如果女朋友要你吃 這裡五千 這裡三千 但是國稅局不吃這一套 要嘛他就每個月 5號 25000給你 這個就可以證明啊 沒有證明就不行啊 那怎麼辦 怎麼辦很簡單啊 你這種人才一個月 7萬塊 三年沒繳稅好 21號窗口 去繳稅 他就這樣 那我說那既然你可以這樣 你為什麼 我們曾經有外國人在市政府 在 做談會 我說那為什麼不對 所有的台灣人這樣做 很多人沒有繳稅啊 那他怎麼生活 你說 你現在說國庫缺錢 你先調查所有的沒有繳稅的人 怎麼生活 那你說 政府會做這個嗎 永遠不會 因為 你一查 那個人恨死你 他不會投你的票 所以現在 台灣很多事情 被投票 被綁架 所以 改革 很多的改革沒辦法 因為 投票 所以民政府起來沒有這個包袱 我就是要查 這個為什麼有這個 而且為什麼你這個人 公務員 每個月5萬塊 20年下來 你財產12億 我這個也要查 為什麼 你不能解釋 充公 全部充公 要嘛就是內線交易 要嘛就是紅包啊 我是人會罰 罰幾倍嘛 那這樣我只要查到一點點我全部可以 全部可以沒收 你說不合理嗎 啊為什麼 為什麼內線人有那麼多錢 你解釋嘛 一個人解釋說 我們 房子有出租房間 出租房間可以累計12億啊 好厲害喔 這個很多事情講不通 還有就是我們公平的一個稅制 大家都要開發票 一個小小的同一商店都在開發票 啊為什麼隔壁的一個賣場沒有開發票 這個不通 全部都要開發票 檳榔攤也應該開發票 全部開發票 然後 要公平的稅制那個 戶籍登記的那些 一個一個去查 你的稅 你報稅的資料要 把那個連線嘛 國稅那個連線 你為什麼沒有繳稅 你怎麼生活 就是 剛剛外國人 的那個交代的方式 你怎麼生活 你講得出來 OK啊 你講不出來 那就表示 你在漏稅啊 對不對 我兒子每個月給我三萬塊 好 你存證拿出來給我看 將來一定要這樣整頓 對不對 什麼都要整頓 你要一個公平的稅制 然後那個攤販 登記 都有 都有登記然後都有繳稅 Singapore能 我們為什麼不能 對不對 Singapore可以有很好的一些管理攤販 我去過我看過 衛生 第一個是你管理它是要管理它的衛生 萬一那一天有什麼細菌 你現在沒有管理攤販 那個細菌 在牛肉裡面在什麼裡面 你怎麼查 你先登記你查 接下來你攤販你要查 你的這個 東西的來源 你接下來就是要查東西來 這個牽涉到 人民的健康 所以為什麼美國就是 美國就是這樣 就是什麼都是 查的 什麼那個 連那個來源都是要查 所以 喔你這個 你這個豬肉怎麼來的 往後面去看 那個人是不是有執照 不是那個人 專門賣病食豬 你說沒有 電視上就有 就有播 他說 他說 你有沒有想到 台灣 醫學很發達 我們每一年 成千 上萬 的試驗老鼠 後來 試驗完了以後 這個屍體要防到哪裡呢 今天專門給你報導 屍體怎麼處理 餵那個 虱目魚 那去餵那個虱目魚 那去餵那個虱目魚 所以你吃的那個虱目魚 是要那個 那個用 用 各種 劇毒的東西 下去的那個 實驗老鼠 啊你看沒有人在管 這個不行耶 啊將來下一個風波 下一個風波就是人家 莫名其妙就在 吃那個魚 然後又在吃掉 為什麼 因為你後面的那個來源 沒有在查證 我想美國不會允許 這樣的一個做 其實 這個國民黨 民口你全部吃光光耶 你全部吃光光他比較好 讓中國接 對啊 所以他沒有關心你 美國 要人民有這個健康的情形 還有怎麼樣所以查的 應該查的比較嚴 這樣人民 生活才有保障 所以你不知道的事情 天天才害死你 不要忘記 所以將來 有個新的做法 在民政府提息之下 我們先發身份證 然後 一步一步慢慢整頓 好那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皮立 立正 請給你 有滾十分間